特斯拉和SpaceX创办人马斯克以线上行事参加All-in高峰会 被问到因为拒绝在克里米亚开启新链卫星网路 导致乌克兰偷袭俄罗斯黑海战舰失败 马斯克解释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制裁 他需要有美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开启新链 强调美国人民或美国企业不归乌克兰政府管 在这场大约45分钟的对谈里 马斯克也提到他对中国的理解 他说自己去过中国好多次 多年来也都有和中国领导阶层会谈 认为自己对中国很了解 马斯克说中国最关切的就是要统一台湾 话风一转 他说这就类似夏威夷跟美国的关系 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强行分离 主要是因为美国阻止任何方式的努力 统一努力和武统 马斯克说未来中国在台海的军事力量会超越美国 这让美国很难保护台湾 外交部长吴钊燮就在X平台上做出回应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更不能被贩卖 这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对台海情势发表意见 也不是他第一次又和北京相同的论调来谈两岸局势 去年他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 两岸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只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来说合理可接受的特别行政区就可以 马斯克在中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 他收购推特之后 在X平台上也做出对中国和俄罗斯官方媒体有利的决策 TVBS新闻李嘉辉美国华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